李天堂的大家好 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阿凡达 想要呢 在这个录像中 跟大家介绍 跟大家讲 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误区 就是说呢 当我们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呢 我们想去实现的这个感受呢 好像是 一个很被动的 要觉得自己要去 上下狂抓呀 就是要付出很大的 这个力气 然后觉得自己是 好像是一个begger 就是像是一个乞讨的人 像在乞讨人生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想实现这个愿望 我求求你 要帮我显化这样 就是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然后呢 大师就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人生的秘密 宇宙的法则 可以让我们变成自己生活的主人 大师讲呢 当我们发愿的时候呢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开车呢 开得很快的时候 我们看到 路上的树呢 你如果把它反着看 它好像是树在朝你的车跑 你是有这种感觉吧 就不是在开车 如果你开得很快呢 你感觉这个树好像是朝你跑的 但事实上是你在开车 这是同样的道理呢 这个当我们发愿之后呢 宇宙意识呢 是会帮我们显化的 也就是说呢 它会把这个愿带到 实现的这个状态 带到我们的身边 但是我们都理解反了 我们以为自己是习讨者 人生的习讨者 我们在求着人生来 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 显化一些事情 这个态度是完全反的 我不是说呢 我们不要做事情 我们不是说就是 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就等着这个天上掉馅饼 不是这样的 但是大师跟我们强调呢 仅仅是我们的一个will 我们的一个愿呢 就能够显化我们的人生 它的意思呢 我的理解就是 我们要做人生的主人 当我们知道宇宙发生的原理呢 当我们发愿呢 宇宙意识是会把它 带到我们身边 让我们显化 让我们经历这个 我们想要的这个现状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做 就像是一个乞讨者一样 每天比如说 我想要一件事情成功 我就每天担忧啊 怎么办呢 我就尝试给十个人打电话呀 然后找二十个银行申请贷款呢 这样的 就焦虑的一个状态下 做的一些行动 这是一个无力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产生的行动 那大师的教学呢 当我们知道我们发愿之后呢 人生一定要让我们显化 也就是说我们是世界的中心 万物呢 会围绕着我们旋转 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强大的态度 强有力的态度 你就知道 我是我人生的主人 我想的事情一定会成功 不是说你不会去做 你当然也要参与到你的人生 要去做事情 你才是真正的过你的人生 但是你不会是像之前那个状态 就是乞讨者 完全无助的 惶恐的这样一个感受 这个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是非常能理解大师的这个开示的 其实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验 包括这一段时间 大家一直在分享 他们怎么显化金钱的 这些人也没有给200个人打电话呀 或者是去银行贷款 这个钱呢 就是宇宙意识介绍给他 就这样 或者是一种很妙的情况 就在他身上显化了 就他没有这样的 去浪费很多的精力呀 或者是觉得惶恐这样 而是说他会自然而然显化的 你就等宇宙意识给你指导就好了 他一定会把这条路打开 用你能理解的方式 推重了你往前走 显化你想要的未来 我自己的例子是 我有一段时间 我之前呢 就是在遇到大师之前 是在开公司的 然后我要做网页 然后在瑞典这个小时工 很高啊 这个费用 我当时就想呢 我就是希望能有一个人帮我做 然后最好是不要 有大的费用 然后有这个念之后呢 就突然我也没去找 我真的是没有积极的找 我不是说这个 你不你一定不能找 你也可以找 但是这个态度是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啊 这个事情怎么显化 就一天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给我发短信说 我要帮你做网页 我不收钱 然后我说你是谁呀 我正好缺人 他说我在一个公告栏上 看到你发的消息 我都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 写的那个广告 我想起来是在半年前 也就是说宇宙意识 就是通过他能够看到的 这个方案呢 拿出来一个方案呢 帮我解决我的问题 他把这个人带到了我的生活中 我就是有一个坚实的愿 我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这个人就在我生命中显化了 所以呢 这个例子给大家呢 就是说你有一个愿的时候呢 宇宙意识是在帮你的 你不是孤单的 就是不是以为自己是单枪匹马 没有人管 就是好像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都是 都是没有任何响应的 好像你这个愿发出去 就没有人收到 不是这样的 他是会支持你的 是会帮你的 有股力量在推动你 所以你要稳 就是你要有这个足够的自信 不要惶恐的状态 这个就是大师跟我们讲的 我们活反了的 就是我们是追着自己的愿的 其实不是的 就是其实是人生呢 帮我们实现愿望的 是反的 就是开车和树的这个例子 非常的形象 那就把这一点理解呢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 能够伸出一口 伸呼一口气啊 觉得哇 之前我都活反了 现在呢 原来我是我人生的主人 宇宙意识要为我服务 显化我的梦想 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收看 每天蛋白 优道一条